今天快速给大家录个视频 因为BrickLink的设计师计划 已经马上就要上下了 还不足24小时就可以购买了 其实每一期BrickLink设计师计划 我都是有参与的 但是这一期有一点点不一样 所以可能要跟大家说一下 首先进来就是你要打开BrickLink的网站 然后你可以在Google或者百度去搜一下 它是Designer Program 进来之后这边会有这一期Series 1的所有的作品和信息 然后这一年分四期 那我们先来看第一期 也就是最近还有17个小时之后 就会去Core Founding 也就是众筹的一期 它一共有五个作品 所以它们分别是复古火车站 然后山间要塞 这是个城堡 然后巴黎的街头 这是一个一半的建筑 然后杂货铺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零食小屋 怎么去翻译 整个来说价格也都不便宜 那我们来一个一个看 首先我们看一下复古火车站 OK价格349澳币 每一家Limited 2 所以就是一家 它应该是一个地址可以下两个单 但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信息 大家可以看到 这次跟以往的不一样 就是这一次它会量产最多到三万个 也就是三万套 所以之前每一期是一万套的封顶 现在是三万套分顶 只要是有三千个预售 这一套它就会正式量产 然后大概会在六个月后去发货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套装 所以就整个配色我觉得还是OK的 这个绿色加上这样的一个复古砖色 那整体来说 我个人觉得从外观上来看 是比较漂亮的 而且它是一个整体建筑 并不是一半的建筑 内部来说 没有太多的细节图 但是从这张图看内部来说 比较简易 并不是一个很复杂 或者很炫酷的一个内饰 我个人觉得它比较适合一个 如果你有一个乐高城市的一角 那你正好缺一个火车站 那你可以买一个这一套 但是相比前一年的一个大型的 一个火车站来说 我觉得会逊色很多 所以这一套来说 我应该会pass掉 OK我们再来看这个山间要塞 那这一套是一个承宝套 价格在529.99 同样所有的这一期 最多量产到3万套 那这一套整个的一个布置 其实是跟乐高官方之前出的一个大套 有一点点相似的 但是我比较喜欢这一套 就是细节还算是丰富 那整个配色虽然有点单一 但是它这个蓝色用的还是挺恰到好处的 包括底下的这个蓝水 包括这些蓝色的小鸟 蓝色的人仔 包括城堡上的一些小旗 米黄色 其实它透露出冬天要塞的一个复古的一个感觉 那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说 我会重点考虑这一套 再来巴黎的街头 那这一套从配色上来说 很像迪士尼城堡 大家有没有觉得 整个来说它应该是要仿照的是巴黎街头的一个比较浪漫 包括餐厅 整个这样的一个感觉 但是背面我是绝对的差评 因为从布置还有配色 还有整个的一个小机关 然后设置来说 我觉得是并没有体现出太多的心意的 所以背面是一个非常平庸的设计 但正面来说我觉得还是不错的 个人来说 因为我没有太多的一半的套装去跟它去做配合 所以这一套我是不会入的 如果你有很多的半套建筑能连在一起的话 我觉得可以考虑了 价格469.99 也是一个挺贵的一个价格了 再来就是杂货铺 整个来说它是有一点点的西域风情 大家可以看到有一个复古的牛仔马车 这个马车还是挺好看的 特别你看马车后面小房子设计的还是挺有意思的 整个来说内部设计应该是用了一些心思的 然后细节也是不错 从我的角度来说 219块9毛9去买一个这样的一个小型建筑 虽然设计还是不错的 但是我还是不会买 因为200多块钱打折 你都可以买到一个街景建筑了 最后就是零食铺 大家可能也都喜欢这样的一个设计 但是整体来说从价格上来看 72块9毛9 实在超出预算了 这个价格可以买到比较不错的套装 说实话这五套 如果跟之前一样限量一万套 我可能这五套我都会入手 这五套的价值来说一定都会上涨 但是现在数量涨到三万套了 我认为能参与到BrickLink的人数 可能乐高通过测试 也就是在三万套左右 所以这次它才定到了三万套 会不会有投资价值 我个人的观点 这五套中可能大概率还会是保值 甚至有一些增值的 但是你的因为货量急剧增加 所以你的出手难度和出手时间会增大 从我的角度来看 会入手承宝这一套 承宝这一套虽然价格很高 但是承宝的玩家一般都是这种比较有经济实力 而且对于承宝是有追求 有执念的这些玩家 所以529虽然比较贵 但是我相信它的之后的一个二级上价格 应该能达到700上下的一个价格 从其他的套装来说 设计没有特别的突出 所以我应该会pass掉 这一期BrickLink的入手 从投资角度来说一定要谨慎 因为货量真的很大 所以不是闭着眼睛就能赚钱的一个时期了 一定要遵从内心 如果你很喜欢哪一套就入手 哪管它的价值不高 你也可以自玩 最后我快速给大家看一下 Series 2和Series 3的目前套装的一个情况 第二期会在6月1号发布众筹 这边主要有一个 你看有一个火车 这个还是挺有意思的 我觉得非常特别 乐高第一次出一个这样的 这种我叫什么木质的桥架起来的一个火车轨道 我觉得不错 然后这个叫Ocean House 这个海边的小屋 主要看价格 如果要价格好的话 可以考虑去入 Mushroom House 这个我不太感兴趣 这个叫什么 这个翻译我不太知道 可能恶毛岛之类的 不在我的审美上 然后这个火车站 这个火车站是一个相对比较小的一个小套 设计有点像去年的那个火车站 是这种阳光大厅的感觉 但我有去年的了 所以这个应该是不太会入的 第三期 第三期 有一个这个就是这样的一个office 挺独特的一个设计 但是我应该不会考虑 Art of Chocolate 这个是非常有意思的一套 我认为它应该是一个 大家都比较想去入手的一个套装 因为从概念上来说 还有它的设计上来说 是一个非常不错的 看起来它是一个整体的建筑 这一套我会重点去考虑 后面又来了一套城堡的设计 这一套相对之前的城堡设计 会有一点亮点 就是它中间有个桥 然后两边会有很多的树和植物 单独展示也是蛮漂亮的 我也会重点考虑 有一个Camping 这个Camping来说 我不会考虑了 Lost City 整体来说 风格跟乐高以往的不太一样 那就是你喜不愿这个风格 要看个人了 比较特殊的一个建筑了 好吧 这就是第二期和第三期的情况 对于第一期 你会不会入 你可以留言告诉我 我们一起讨论一下 好了 这就是今天的节目 我是Austin 我们下次见